然番剧场!然番啦! 等风起回到星红基地,天色已暗,回到房间洗漱后换了一身衣服,他静止来到了训练室,再度展开了高强度的训练。 这趟返校,他与老王交代了自己的秘密,老王的反应与他所想的一样,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继续破解血肉剂,决定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就来到星红研究院报道。 关于灵染与老王的伏笔已经埋下,只带另一个他在未来梦境中去了解真相了,而他所要做的就是按照既定的命运轨迹继续努力。 训练中,汗水顺着额头躺下,但身体上的疲惫并未让他的内心有丝毫的动摇,继续按照广播提示完成一个接一个的训练动作。 一个月后,青红基因部检测室,从玉薇手中接过身体检测报告单,风琪的脸上露出笑容。 看样子,我已经能够接受符文改造实验了。 需要休息一天缓缓吗? 玉薇笑着询问道。 不需要休息,随时可以开始。 望着表情淡然的风琪,玉薇笑着点了点头。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,跟我来吧。 实验材料什么的,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,现在就开始。 好。 跟着玉薇走出了检测室,他们来到了基因部的核心实验室。 等待片刻之后,玉薇带着十余名科研人员到场。 被安排在改造仪器上躺下之后,玉薇与其余人员开始忙碌了。 需要麻药吗? 望着已经被束缚在手术台上的风琪,玉薇一脸业余地询问道。 麻药影响手术效果吗? 不影响。 那当然要。 既然不影响,他自然不会选择咬牙死撑了。 那不是真男人的行为,是傻逼。 你别对麻药抱有太大希望,符文植入过程中会重新唤醒你的身体。 你的感知会被大幅度提升,还是会很痛苦。 啊,问题不大。 风琪沉声道。 那么,祝你好运。 羽薇说着,将装有蓝色液体的针,扎入了他的手臂之中。 轻刻间视线旋转,风琪陷入了昏迷。 等他醒来的那一刻,只觉得身体好似被架在火上灼烧,疼得肌肉颤抖。 怎么会这么痛? 他呲牙道。 这才刚开始,不会连这点疼痛都扛不住吧? 风琪的声音传来。 我只是觉得痛,没说我挺不住。 继续。 正如玉威所说的,符文改造的痛苦开始逐渐攀升。 就好似古代的灵池酷刑,每一寸皮肤都在经历着难以忍受的摧残。 尤其是镶嵌符文经时的胸口处,如万一失心。 疼到他近乎窒息。 正常情况下,疼痛超越灵界点的他会陷入昏迷。 但此时他的感知无比的清晰, 甚至能感觉到胸口处的符文经时正在逐渐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。 就像是身体多了一个可以操控的部位。 这个过程中,符文经时也在适应着他的身体, 并往他的身体里注入能量,改造他的身体。 就像是在创造适宜自己居住的环境。 只是改造的过程极为粗暴, 很容易就会将环境彻底破坏。 这期间,玉威不断地往他体内注入调和好的能量液, 帮助他更好地与符文经时进行融合。 如果符文经时注入的能量超标, 他也会将符文经时给抠出来, 等待他的身体缓过来之后再重新相入。 每当符文经时剥离, 风气就会瞬间陷入昏迷。 当符文经时重新相入, 他又会被瞬间唤醒。 进入到反复折磨的状态。 用了一天的时间, 符文改造依旧没有完成。 风气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, 此时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字。 痛,痛。 痛。 但他还是咬牙挺住了。 羽威说过, 符文改造过程中意志力极为重要。 改造过程中内心崩溃的那些人, 普遍会在符文改造完成之后, 不久就会陷入癖狂, 失控。 符文改造是身体与符文经时融合的过程, 但更是塑住对符文经时的驯服过程。 所以风气始终是坚守内心, 用意志力去感受对抗疼痛清洗。 不知过了多久, 羽威略显疲惫的声音传来。 好小子, 竟然破了我新红研究院的符文改造记录, 一次改造就完成了。 听到这番话, 风气睁开了眼, 望着眼前明晃晃的灯光, 他略显惊恶道。 难道正常情况都需要好几次的吗? 不是好几次, 而是几十次。 之前的符文改造实验, 普遍会在中途停止改造, 调理一段时间后再继续进行。 那, 那我怎么一次就过了? 之前的实验体都是因为精神接近崩溃边缘, 被迫停止实验。 我看你还挺得住就选择了继续, 没想到竟然一步到位给完成了, 不得不说你的意志力惊人啊。 此时宇维摘掉口罩, 凑到他的跟前, 一脸一语道。 怎么不满意? 那要不附送你一个阉阁手术补偿你? 听到这番话, 风气在心中竖起了中指。 青红研究院, 训练室, 已经完成了符文改造的风起, 此时赤裸着上半身, 在训练室内挥寒如已地训练着。 训练项目在完成改造之后, 从锻炼身体变为了平衡性训练, 力量掌控训练等等。 训练的强度降低, 但难度提升了。 这期间, 他每天都要接受三次身体检查, 好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。 而符文改造之后的身体变化也是十分的明显, 他的身体强度成长迅速, 现在已经达到了黑铁上阶的评价, 突破到青铜阶也会是在近期, 因此他每天都需要用锻炼来适应身体强度的变化。 数小时的训练结束, 风气长输了一口气, 然后低头看向了胸口处, 只见他的胸口处多了一枚拇指大小的漆黑色符文晶石。 晶石的四周是如同猪网般凸起的血管。 此时符文晶石正散意着微弱的光芒, 如同呼吸般有节奏地闪烁着, 源源不断地往他体内注入能量。 他的身体也在与符文晶石的融合之中, 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。 念头转瞬间, 他的皮肤会被能量覆盖, 变得漆黑透彻, 紧接着身体忽然溃散, 化为了一滩黑色的液体。 但这种状态仅持续了数秒, 他的身体又快速地凝聚, 体表的黑色能量也随之潇洒了。 刚才的液化形态, 就是他镶嵌了胸影符文晶石后获得的能力。 只是现阶段, 他对于自身能力的掌控并不熟练, 无法在液化状态下控制自己的移动, 还是需要多加锻炼。 感到疲惫的同时, 他迈不往训练室角落走去。 数小时的身体调理结束之后, 他再次投入到了训练之中。 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, 风气都是在训练中度过的。 而他的实力, 也在符文晶石的改造下达到了青铜下界的评价。 但这种变强方式远没有梦境中猎杀领域生物, 获得天赋能力来的自然, 并且存在着诸多潜在隐患。 例如他的情绪, 时常会感到莫名的暴躁, 甚至有过短暂的失控。 但好在他及时苏醒过来, 抑制住了近乎失控的情绪。 经过两个月时间的锻炼, 现在他与符文晶石的融合变得平稳, 实力提升的速度也随之放缓。 期间有过情绪暴躁, 但失控的情况没有再出现过。 用玉威的话说, 他与符文晶石的融合程度非常高。 至于原因, 玉威觉得或许与他改造的过程中的意志力, 抵抗有关系。 今天是他离开星红研究院的日子, 与玉威吃了顿午饭, 约好了以后网上联系之后, 他回到房间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, 然后推着行李来到了基地大门口。 此时已经有车辆在等待了, 将行李放在后备箱, 车辆载着他驶出了星红基地, 望着后视镜中逐渐缩小的星红基地围墙。 风起知道星红这一战到此结束了, 接下来他的任务是组建势力, 对抗科技研究院的同时并调查未来研究院。 回到学府当晚, 他先是去了一趟校长室, 与白服生说明了一下情况, 然后就回到了宿舍开始详细地规划接下来的计划。 当天晚上九点, 他将吕月等学生喊到了操场, 至于凌燃与木晴, 他没有通知。 凌燃与木晴都有着自己的命运轨迹, 他不会去干扰的, 尤其是凌燃, 按照极定的命运走向发展, 他说不定能够成功地反击生迷雾之主, 获得迷雾之主的全部力量。 带着吕月等人来到操场的一处草坪, 众人围坐成全坐下, 望着一脸疑惑的众人, 封其沉默片刻后开口道。 诸位, 接下来我所说的内容, 可能会让你们觉得不可思议,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, 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, 绝无虚假。 齐哥, 你怎么和吕月子的, 搞得神神秘秘的, 有什么事情直说吧, 测小就跟着领域战团的我, 什么大风大浪我们没见过。 夏龙咧嘴吓的, 风起听闻当即点头, 接下来, 他将自己拥有穿越时间线的能力, 未来人类文明将走向灭亡, 以及人类社会被领域势力渗透等消息, 详细说了出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